突然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 也是一种自我剖析 就是我发现我本人跟文明的差距越来越远了 记住今天我讲的这个话题不准联想 我说的完全是我个人 纯粹的是我个体 我自己深切地感觉到 我就是与文明的差距越来越远了 换言之我发现我怎么会打回言心了 那我当然不会讲得太感性了 我想还是抽象一点吧 先来讲文明跟文化的差别 我从我的视角就提供一点点信息 文明我们经常说叫 而文化就是 一说文化就是以刀根火种 以根地是有关系的 文化就是一种栽种培养 在一个土壤里面生长出来的一种生活方式 可以说这是一种文化 但是文明是不一样的 我们知道文明这个词是起源于欧洲的中世纪 比如说法国的这些宫廷 一种优雅的一种做派 优雅的一种生活方式 那这是一种文明 那因此呢这个文明跟文化之间呢 但很多时候大家对这两个词呢 经常是混用的 比如说文明的冲突 可能既是文明冲突 可能也是文化的冲突 就亨廷顿所说的 那其中我讲的这个 也与亨廷顿的观念是有一点点类似的 但我是完全从个体的 亨廷顿呢是从一种族群的一个角度 为什么这样讲 就是说你会发现 人与人之间 真的很到后面 它就是有一些不可沟通的 一些根本性的这个冲突 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文明 可能就是说 它有一种进步的 一种普世的价值性的一个标准 我们都要向它去靠拢 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 文明是与野蛮是相对应的 那野蛮的东西可能就是落后的东西 而文明的东西呢 肯定就是进步的东西 所以它又是时间上的进步和落后的一种范畴 但是呢文化是不一样的 我们刚才说文化是各个土壤里面 自然而然的生长出来的 所以一说文化就有可能导致一种 文化的相对主义 文化的标准就是 它是不可通约的 每个地方有每个自己的一种风俗习惯 食人族也有食人族的习惯 我在自己家里面 三重四德也是一种习惯 这些东西你不要用文明的标准去衡量吧 我说的是通常这样的文化 因此呢 其实是带来很多的误会了 因此呢 像著名的像秦辉老师呢 他曾经提出了一个命题吧 就是制度有优劣 文化无高下 他所做的制度呢 基本就是在文明的层面上谈的 就是从文明的层面 就是有优劣 也有高下之分 但是从文化的层面呢 似乎是没有高下的 但是呢 当然这个命题呢 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这个批判 因为一旦形成命题呢 我们就会不会考虑 说出这些命题 需要一些支撑的条件 或者说就可能会导致 本来秦辉老师讲这个是要批判文化的 但恰好有可能导致 为文化的正当性 就是为文化的不可通约性 没有高下位做辩护 当然肯定不是提出着的这个意思呢 这是我们所讲的文明跟文化的关系 但是那我把这个关系呢 我套用在我的身上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 当然首先是受到文化的影响的 你从小所耳濡目染的 所呼吸的这样的空气 所吃的 所穿的 所用的 你的待人节物等等 从小甚至在没有你生下来之前 在你胎负当中 你已经被所有这些东西所灌输 所洗礼了 就是你已经打上了一种生生的 你永远摆脱不了的这个闹力 所以随着你在这样的一种环境 呼吸着这样的空气 你不断地这个成长 很多东西你是无意识的 所以我们经常会说 为什么每一个环境 每一个时代的人 都有他自己的宿命 那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就是我们每个人 可能都想去逃你 就像哈姆雷特 他说丹麦是一座监狱一样 我们知道哈姆雷特的冲突 也有点类似于 我今天所要分享的一种冲突 哈姆雷特说 丹麦是一座监狱的时候 他首先第一点 他是丹麦人 但是第二点 他想成为一个普世的世界人 他看不惯丹麦本土的这些 野蛮的 粗俗的这种文化 整天是酩酊大醉 等等等等 所以他是希望有一种 普世主义的东西 去注入这个文化 那刚好呢 他面临了一种 文明和野蛮的选择 那就是他 从文化的角度 他必须为他的父亲 被人害了去报复 去复仇 这是他的一种文化使命 但是从文明的角度 他又发现 这种复仇的一种思维 复仇的逻辑 并不是这个文化的出路 我们复仇了一辈子 奄奄相报 何时了 但是呢 我们的文化 从文明的角度来看 还是隐瞒的 我们没办法解脱 但是你知道哈姆内特最终 可以说还是被那种文化 把他的文明打回了原型 他最终为了避免这个复仇悲剧 导致了七个无辜者的死亡 当然他是无意识的 你也可以说 这就是一个文明成长的代价 我想说的是 这个代价有时候 尤其当他要由个人来承受的时候 这样的代价 有可能是超过了个人的承受能力的 因为个人是非常有限的 那我想拿我们今天来说 可能我们很多的人 都想过得更文明一点 更有规则 更得体 做事更想诚信 更尊重别人的这种自由的边界 尊重别人的隐私 尊重相互的产权 更加的一种平等 更加的开放和包容 我们都渴望有这样的一种 良好的一种文明的生活 这是我们所向往的 但是有些发现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种交战 拿我自己来说 可能我终于发现 其实在很多时候 我并没有平等的代价 我并没有真正注意自由的边界 我在很多的方面都做得非常的糟糕 甚至尽管我会说 我们要真诚地 跟自己所学的东西统一 但是很多时候 你真的是做不到的 你去向往它 所以你去阅读那些东西 但是你这样落实到 你自己的生命当中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太难太难了 尤其是又碰见到一些事情 比如说一种生存的压力 生活的压力 一种精神的压力 各种各样的氛围 就有时候会让你有一种觉得 那我既然呼吸不到那样的空气 我为什么要让自己那么苦逼 那我们说的好听的就是 你能不能与黑暗和解 能不能妥协 但是当你有这种想法 或者说你面对压力 从各地层面 我是都能够理解的 因为我也正在清楚 但是最终你会发现 很多的聪明人 我是一个笨人 还有很多的聪明人 想要突围的人 最后你会发现 尽管要突围 尽管他们呼唤一种 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但是你会发现 他们的言谈 机制 包括圈子 拉庞接派 包括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他们有意无意地 显露出来的 尽管他们与资上是反对的 那种对特权 对金钱等等的一些羡慕 整个文化的标准 其实这些都在有意无意地 去支配着他的一种行动 他可能会有一些新词 新概念 但是这些词 这些概念 这些代表文明的生活方式 本身并没有真正地 深入他的精神 灵魂 以及深入他的肉体行动 我说的也是我自己 所以我说在这个意义上 也许我们真的会 大会言行 有时候你要抗争 但是比如说 当你被某种氛围 你被压抑得不得了 你想抗争 你会发现 你的抗争方式 也是一种非常粗暴的 非常粗鄙的方式 你可以说这是逼出来的 但是当在这样做的时候 你发现你 你文明人就是停演 我想自我谈论 确实人只有几十年 而且你是必须 在某种环境当中长大 你会发现 你跟文明之间的差距 有时候不是说 你是慢慢地靠近它 你会发现 其实有时候 从文化的标准来看 真等地是他妈的 就不是进步的 你看 我就故意 也不是故意 你看我就说了一个 非常正名我意 文明差距很远的 这样的一种 鼓骂 好像我努力 我就能够实现 不是的 我们经常会说 什么辛辛苦苦 三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 其实很多时候 它是轮回的 它是向下的歧视 我们偶尔会看到一些 所谓的回光返照式的 一些表象 但是仅仅是表象而已 是吧 但是人的这种生活 就在这样的所谓的 泥潭里面 不断地去挣扎吧 当然在挣扎过程当中 很多人说也挺快乐的 确实你也不否认 每个环境连在地狱里面 我相信地狱里面 也有地狱的快乐 快乐也不是被天堂冒断的 但是那种快乐 确实是另外一种快乐的 当然我这样说了 我并不是说 我有多么的沮丧了 而是说 我必须正确地 任性我自己 你会努力地走向文明 但是你的一种本色 江山易改 本色难移 很多本色就注定了 你就这样了 你这辈子 你这大人就这样了 你个体层面 当然你还是有一些可能性的 这种可能性 当然就说是你尽量地 让自己变得有所不同 你的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当然出餐大饭了 该不同的地方 你的观念 你的事业 能不能变得是比较全新的 前几天 新年到来 很多的平台 很多的媒体人 都在发表各种各样的感言 我也就偶尔看了一下 像罗继思维 罗正宇 他的一个跨年演讲时间的朋友 其实我想说的是 不仅是我自己 其实包括罗正宇 等等 我也觉得 他离文明也越来越远了 比起八年前 他第一次搞跨年演讲 那样的一种 一种文明的 一种积极向上的 那样的一种氛围 你会发现 今天很多东西 怎么都在重复 在重复的故事 在重复的一种 加到一些心词 但是这种观念 没有进步不进则退 你发现其实是退去的 是空洞的 我说的并不是一种纯粹批判 其实我是在反思自己 我们如何让自己稍微变得不同 认识不同前提就是 我们不要觉得我们有多么了不起 你就老老实实承认 就是有差距 有时候我看到很多的经典 发现真的就是差距太大了 怎么办 也不能妄自飞批了 那我就享受我在让自己不同的过程当中 在呼吸新鲜空气的过程当中 我感受到的一些出口和一些热气 那我想如果每个人都觉得 我们都可以活得有所不同 都不是一种统一的标准 那也许这个文明可能才可以慢慢地降临到 我们每个人的这个身上 所以说我说这也完全并不是消极的 还是弄在脚下吧 好 谢谢